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明讲居士 很高兴来到我们的三校姓名学 我们现在的家庭 当然了 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孩了 父母的期望就是希望小孩子要越来越好 越来越大 越来越懂事 越来越有发展 可是这是我们对小孩子的期望 对小孩子的未来 可是父母其实也是小孩子的未来 因为孩子如果好 越来越有发展的话 对父母的未来来讲 是不是也就老运就越来越好了 当然这都是希望 可是我们是认为了 一个小孩子如果你要他好 其实父母本身首先要好 因为一个优秀的父母 才能培养出一个优秀的小孩 对不对 如果是你不先提升自己 不把自己变成一个更有教养 更有智慧的一个父母 你的小孩子未来在哪里 不容易 是不是 那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再来我来讲一个名字 叫李仁凯 1988年生的 今年36岁 所以说物成男 这个名字啊 就是以前我讲过的 它的名字中间有一个人 两个人 这是猴子可以装用的名字 对所有生肖 对龙来讲 龙是天上物 降到人间成人 那但是降格了 所以它的人际关系 它的我们所谓的情之路上 还有讲话属于 因为降格嘛 讲话都有 我我们都是有点 别人感觉是 你怎么那么谦虚干什么呢 你应该讲话 实来实往 实地讲嘛 可是他不行 他就是会降低自己的格调 因为你龙变成人了 再来第三个字 也更连符 山中长老虎 龙虎又斗 这个一斗 就让它的所有的 我们讲 因为这个位置属于不动产 也代表合约 所以它的合约会破局 假设它有婚约 合约破局的话 比如说结婚 也不代表他一辈子就 夫妻互相处 很可能就因为合约问题 婚姻破局 再上这么一个痘 龙是不吃人间烟火 肉也不吃 五骨也不吃 水果也不吃 什么都不吃的 它是天上的神物 所以窦对他来讲 又是一个沙山 然后鸡 鸡有点像蛇形 意思是说什么 它是龙 变成蛇 又说是 你看 所以它的名字 从上到下都不好 包括大姓 大姓悟 它是悟成 悟刻土又刻掉 只有这个子 跟龙走上河 所以他真正讲 看起来好像什么都不 其实他比谁都聪明 他智慧很高 可是他聪明没有用在他的 这一身的表现上 包括他的事业 包括他的人际关系 还有他的 假设结婚 包括他的儿女 他都没有用得上 比如说他的聪明只是 他自以为聪明了 因为你聪明没用到正途上 是不是都自以为是了 可是因为这明治学 大姓是在20岁以前还不错 21岁以后 一直走到你的70岁 他的人生 今年36岁 就是属于21岁到70岁的阶段 非常不好 当然这边又符合一个原则了 一跪破九剑 对 他就是一个跪去 对不对 把所有的不好全部 我们讲是颠倒了 也就是说别人看不好的 他反而对他来讲 有时候往往就能过关 别人认为他应该做的不错 可是他往往又做的 好像不伤不适 做的又不是很理想 所以这种格局都有一颠倒 一个反格 所以我当然也希望一跪破九剑 让他这一生起码过得还过得去 也就是说他不会有太大的发展 因为这边科名先没有 科名没有 你是要有大的发展 不太可能 所以他只能到私人机关 当个主管都没问题 他可以带领一些人 那些人呢 其实他带也不好带了 他只是说他做他自己本分的工作 因为他人机关先没有了 属下没有了 所以你看这种名字 一跪破九剑 或者是一剑破九跪 其实都不算是好的格局 那么我们希望李先生 今年36岁 凡事就是说要看看一些 就是说不要看得太重 该理的是你的 不该理的你也争不来 OK 今天就讲的第一个 再来我要讲个名字叫 张宇威 1977年生的 今年47岁 丁世女 因为41岁以后 说威这个字 他的名字 从上到下 其实都不错 其实都不错 唯一的是公常张的张 因为卑躬蛇影 所以这边常叫蛇 可是既然讲是卑躬蛇影 这个蛇是看 从杯子里面看那条蛇 它是假的蛇 因为它本身属蛇 蛇看着这边就变成什么了 看好像突然变了 就是格调变了 不像一个真的蛇在那边了 所以这个地方让它 应该算缩水了 女人家来讲 这个阴边代表什么呢 父 五 兄 夫 长子 所以他 这五个人 对他来讲 因为是女人家 未嫁重复 嫁 以后重复 这五个人的事情 他不能管 因为他的格调很够 蛇在宝盖底下 然后有传生之处 所以这边是草 鼠 灌木 木又生丁火 然后铝之旁的力量 又把第二个字 拉下来 所以他那边是龙 就是蛇可以变长 跟龙一样的 所以他你看 他的那个格局院 就有这个阴边 这个地方出问题了 所以 其实他 家里的事情 他可以不管 如果他管的话 家了以后 家里的事情 通通挑达是上来了 先生就变成 不太负责任了 以所谓的意思 先生的事业 就会被他影响 假设他不管的话 先生的事情 会发展 因为你是一家财库 你的财库有 先生只要去赚钱 你把财库守住了 这个格调就很高了 儿女 尤其是张子 张子其实也不错 木生火 女性的阳边代表男孩子 所以男孩子也很有出息 所以我建议了 当然父母管教儿女 或者夫妻互相之间有所约束 都没有错 可是你只得适当儿子 你不要过多的去要求他们 你是怕他们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其实当然因为你的格局够 你会看不起一些 觉得不太出息的人 可是没有办法 你的格局既然有这么一个破绽在 不管是没事 一管是所有事 甚至好事变坏事 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就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张晓晓今天是47岁了 格调都已经够了 格局也都够了 所以说不要怕不顺利 你其实是一个事实 应该叫做富贵双全的好命的人 越老越有钱 越老越有福气 而且子女都不需要你太快度关心 因为他们你第三个字好 代表子女的福气也很好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再来我讲一个名字 叫杨承林 1984年生的 今年40岁 大家一听就是 就是在演艺人员里面 算是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旅艺人 因为这个名字也是她的本名了 我们来探讨她的名字 既然表现那么好 她的名字里面也没有格局在里面 在我在看 她第二个字用得非常好 可是好中又有带一个不好的什么 这个呈现的呈现其实是男性用名 那她本身属木 水深木是很好 可是因为她又有男性用名的那种破局的话 她很劳心 然后底下一个呈 蛇 蛇 蛇又吃老鼠 所以这个呈本身用来讲 在阳边非常棒 阴边的整个含义就比较差了 再来她讲林 林是应该自讲三个部分 假属木 木跟木走比望 老鼠为王为首 所以整个格局好像也还不错 可是可惜是什么 她大姓 羊 老鼠见官 就躲了 因为人人喊打 所以她看到官对她来讲 对她没有好处 所以她是科名不够 科名不够 为王格就又差了 所以如果她没有这种破局的话 她为王还算可以 可是王这个字 因为我们一般可能会把它分成 除了她的格局 包括她的属性 是不是可以为王 比如龙 老虎 这些生肖 大的生肖 为王都不是问题 可是往往会把它再细分 它的阳边跟阴边 如果都是土的话 用酸土变成王 老鼠属水 木克土 土克水 香克 所以她用这个 林 那其实是 也用的不太对 虽然她是四十岁的 在整个格局里面 她从四十一岁到五十岁 这个阶段不错 从 应该是十六岁到三十岁 这两个阶段还算不错 也就是她的发展是有阶段性的 年轻小的时候 读书比较辛苦 为什么 科名不沾血 所以读书要读得好 比较不容易 那父母对她的管教来说 妈妈对她算是互动很好 爸爸对她的要求就高了 所以她会躲 躲好爸爸 因为见光是什么 再加上林本身的格局 重要的是在阳边 她的事业不错 可是钱财比较守不住 财既然守不住 我们建议所有的钱转为事业底 转为什么 房地产 她所有的收入 不要把它放在银行太多 尽量改成房地产 房子可以买越买越多 而且到要用钱没钱用的时候 房地产起码多个几栋 转换成现金 所以她的格局算是不错了 而且年龄层来讲 有几部分地方都是算是蛮好的 所以她是全方位的艺人 这样子看也有她的道理 OK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 再见